這個單元我們來介紹 以振動的手法來求得彈簧的彈簧常數 好 我們知道一個 這樣的直塊彈簧系統 我們可以用右邊這個圖示的 單自由度振動系統來模擬 以M代表這個直塊 這樣就是質量 那由 彈簧常數K跟阻尼係數C來代表這個 彈簧最形成這個mCK的單自由度系統 當忽略 阻尼係數C的效應的時候 我們知道這個系統的自然頻率fn 會等於1·2π 乘上√m 那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特性 來求得彈簧常數 好 如果我們對這個 直塊彈簧系統 我們把直塊往下拉 然後釋放掉這個直塊 那這個 直塊呢 就會像這樣來回震盪 那 以一個完整的周期 比如 坡谷到坡谷 所度量到的這個時間 就是它的周期 而由 周期 就可以去推算出 自然頻率 那如果我們再帶回這個式子 如果 質量 是可 度量 那我們當然就可以推算出K 好 那我們就來 盤整一下 如何 以震動的手法來求得彈簧的彈簧常數 第一步 我們就是 錄量 直塊的質量 m 第二步 我們就 像這樣子的作動狀態 來量測 一個周期的時間 TN 接著 我們就可以由 TN 周期的導速 去求得 這個系統的自然頻率 最後 我們就可以 透過這個式子的轉換 由已知的質量 以及自然頻率 去推算這個彈簧的彈簧常數 那在應用這個步驟過程當中 要注意的是單位 質量要以KG 周期要以秒 那所推算出來的自然頻率 就是hz 那這時候 估算的彈簧常數的單位 就是 牛頓 除上米 好 那最後 就讓有興趣的讀者 試試看 如果已經知道 這個 直塊的質量 m等於公斤 那 可以實際 度量這個系統看看 他的 周期 是多少 然後循著這個步驟 去求得 這個彈簧常數 到底是多少 牛頓 除上米 好 我們這個單元就到這裡 我 那 那 感谢观看